大家好 我是韓國人 我們撒假和獎 今天韓國人要來住在廈門 聽說最多外國人 也有非常多酒吧 然後非常多超有質感的咖啡店的區域 聽說這裡真的是非常舒服 那我今天住的就是這一間 馬可波羅酒店 那我聽當地的台商說 這個酒店就是早期廈門開發的時候 很多外國人來到廈門常住的一間酒店 所以我們今天要來體驗一下 然後我待會會帶大家來看一下整個飯店 然後也看一下周邊環境如何介紹給大家 那我廢話不多說 我們馬上搞到 主價人潮超級多 而且這裡啊 當時台商幫我訂 這個一碗聽說要大概將近七八百塊 人民幣喔 可是你看那麼多人住 那這也是我們到每個城市 給大家參考現在大陸的消費力的水平在哪裡 像這個飯店裡面就連結這一家餐廳 韓國人有找過這個大眾點評啊 分數也是相當高 也是一個西式的餐廳 因為這裡外國人比較多 吃牛排啊 還有紅酒啊 這裡的還算蠻有名的 那前面就有Starbucks 還有一個lounge bar 所以這裡說很多國際人士的區域 真的蠻符合的 對 你看那裡很多建築喔 都是很多老外都住在那裡 好 然後各位 這就是韓國人今天的房間 哇 這個房型完全不同耶 一進來就有一個非常有質感的台燈 然後還有一個全身鏡 出門前照照自己 看起來很胖 要努力檢測的樣子 英雄限制我想像 請問一下各位朋友 這個到底是什麼東西 這是可以掛西裝 然後可以燙衣服的架子 各位 T point來了 這個房型跟我們以往住的五行級飯店 或者前幾天會議中心的完全不同 各位 哇 韓國人已經先把這個要工作的電腦先拿出來 你看 這是一個董事長的座位啦 下面一定要塞一個小秘書在下面 不知道在幹嘛啦 哇 天啊 房型整體來說 這又有點歐式的風格 超級大沙發 非常的舒服 那它的電視是配置在這裡 所以 坐在這看電視 或者是坐在這裡也有個沙發 看著電視 太nice了 然後各位 他們今天這個水喔 非常有質感 真的就是走歐式 因為韓國人有跟大家解說過嘛 這附近啊 就是最多外國人住在廈門的地方 然後各位 今天韓國人我們剛好我們窗景啊 哇 就是非常漂亮的白鹿洲公園 水上廣場啊 然後它是有一種小小的內湖的這種感覺 那外圍啊 就是接海的地方 然後各位 轉身過來啊 就是一個浴室 你看 它是有兩個 洗手台喔 大家都不用搶了 很舒服的浴缸 然後上面還可以看電視 基本的乾10分0 身為所長還是要看一下廁所有沒有 然後 okok 有門 然後這就是它的浴袍 還是把你掛在裡面 一般都是放在衣櫥裡面 這裡的衣櫥 是一個更衣間啦 換然後衣服都被掛在這裡 還有這個枕頭 哇相當的大耶 這就是一個小小的置物間 有些人如果像我是處女座 有時候不想要看到 你看我的包包丟在那太難看了 全部就可以丟在這裡面 我們最後來試一下這個床 這個床好像很可以喔 但是我現在摸起來好像有點是偏硬的喔 這個床也是偏中性的 就是稍微有一點偏小硬一點 但是不會到很硬 對還可以 這可能每一個人的那個Style 每個人的感受不同 有些人可能覺得很舒服 我覺得再軟一嗲嗲就剛好 那韓國人我們還是要來看一下 它裡面有附贈一些什麼 喔 咖啡 還有紅茶 鐵觀音 茉莉花茶 喔 三個高腳杯 也有可兜可樂 雪地 青島啤酒 還有虛神寺蘇打水 來 各位這就是韓國人今天住的 馬可波羅東方酒店 然後啊 這周邊啊 有非常多的樓啊 韓國人看起來非常有質感 而且這裡非常的乾淨 你看 環保人員啊 都是在努力的維持衛生 來 首先帶大家先看一下 這周邊的環境啊 然後這裡你看 就是寫著官任國際社區 然後Keypoint來囉 這裡啊 它就有特別的標示 這裡是酒吧街 還有咖啡一條街 然後我們現在前方就是咖啡一條街 這裡超多名車 進來這樣子走下來啊 看到不管賓寺啊 甚至我有看到馬沙拉地都經過 所以這裡房價齁 應該真的是很可怕 然後旁邊就是非常漂亮的圓當 我待會都會帶大家去晃一晃 這都是周邊的 咖啡一條街的咖啡 外觀看起來都是非常有質感的 地板有小細節 還用著咖啡豆啊 來做著這個鋪色的地板 像你看這種就很墨西哥的感覺 那咖啡店還有穿茶一些 我們中國人愛喝的茶 也都會在這裡 各位你看 這條街多麼乾淨啊 我們以前常說 日本街道很乾淨 但是 現在你看 尤其廈門這裡 規劃的真的沒話說 像下午這裡就會坐滿 非常多人在這喝咖啡 因為現在真的太熱了 我們現在大概三十幾度啊 天啊 看到有一些人已經在裡面了 前方就有著網美在拍照 大陸現在時尚 個人覺得都已經超越台灣一大節了 以前可能有些人說 還要跟台灣稍微學習一下 但是整條街這麼乾淨清爽 然後再加上咖啡街 在旁邊熏陶 有時候羨慕歐洲啊 現在不用去了 來廈門就好了 像這上面 還有什麼 還有美術館 哇 這家有佛化道 你看各位 你現在看下來 你都覺得你好像是在 國外之類的齁 然後像這家摩蒂咖啡啊 超特別 來 大家有沒有看到 裡面有一尊大佛啦 然後上面就是有吃一些 蔬食還有咖啡都有 你看這裡面一尊超大的佛像 這家感覺 歐式的一個店 義大利餐廳啦 哇難怪 像這裡 城市的一些 那種造景啊 用這種很有質感的那種 時鐘啊 好那這裡就是咖啡一條街 接下來韓國人帶大家去咖啡一條街 旁邊的圓當湖手一走 聽說這個是 是廈門最貴的 叫地景院 那這一棟也相當的高 這就是我們剛好住的飯店隔壁的環境啊 這就是剛剛韓國人講的 白鹿洲路 白鹿洲 喔唷 各位 這水裡一直有魚 這雖然是看起來很像是淡水 但實際上它是鹹水 不知道有沒有人釣魚 我現在是沒有看到 哇你看 整條好舒服喔 喔唉唷 魚一直蹦出來 因為稍早有下雨 可能含養量過低 喔這個魚也太多了吧 唉唷 唉唷 這個大小就像台灣的一些 比如說台南的什麼運河啊 之類的齁 就差不多 然後這裡是圓當湖的帶狀公園導覽圖 沿岸步道長11.3公里 這個走完一圈 大概要一個小時多 然後各位 我們現在到了這個湖的另一角 然後我們現在看到遠方 這個有兩棟的這個酒店 也是當時普丁 他住的這個酒店 遠看有一點那種帆船的造型 然後也是 雙子星的一個概念 小朋友都在看魚 因為吃不到飯嘛 對啊 只能看可不可以 突然跳上來一隻魚 來捕捉 唉唷 那是螃蟹耶 可能鏡頭看不到 剛好有人在釣魚 然後他們釣的是鹿牙齁 就是用甲耳 然後看那個魚會不會去咬那個 大陸朋友很辛苦 平常也吃不到魚啊 只能自己釣 還要拿著甲耳來釣 小喵喵 喔 你要去幹嘛 喔好瘦喔 你看 然後這裡也有一個小小的網紅店 然後各位我進來了 喔 你看 VIP耶 你就可以看到湖了 好舒服喔 這裡書堆裡發現一個 中國命運的歷史抉擇 喔 你看 怎麼可以有蔣介石在這呢 這應該是 不能出現的書籍 整個書籠很厚耶 這應該可以看很久喔 各位 我們從湖啊 要準備回去 然後剛好 接著這條路也就是 接到各個小區 小區就在周邊 環境真的相當好 小區民眾啊 很多都在這騎車啊 遛小孩啊 就很方便 都不知道租金多少 有沒有廈門朋友 可以在下方留言一下 聽到有些台灣人說啊 大陸不念孔夢啦 人家是直接把夢子講的 硬在牆上啦 你看 不念孔夢 來孔子來了 你看台灣還有說 不念孔夢 大陸 笑死了 各位 然後這裡就是 國際的朋友們啊 最愛來的酒吧街 晚一點 會有很多外國人 像我們前方 就有一個老外 在坐在這喝酒聊天啊 環境真的很棒 你看 這裡都還寫個bar 早上看起來就是一個很舒服的地方 像這個是居酒屋 哇這個太時尚了 那這就是韓國人啊 第一次啊 來體驗廈門 這個國際社區 讓大家真的 了解現在真實大陸 給大家一點參考 好啦 如果喜歡今天這個影片 記得幫我按讚 然後幫我訂閱 幫我幫我小鈴鐺打開 如果有任何想法 歡迎在下方留言 我們是大家安靜 我們下次見 掰掰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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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見